钉的一道清脆声响 剑间直指点在横杂而来的神火横骨齿之上 两者向处 其上所蕴含的强猛净力 使得那修长的长剑 竟然是被压成了一个极为惊心动魄的弧度 那副即将折断的惊险模样 让得周围那些观战的所有八玉天之人 脸庞上浮现许些惊艺 经过贯注神力的剑身 足以承受极为庞大的重力 而这在接触对方的武器时 便是被压弯 由此可见 那炫白神火横骨齿上 究竟运着多么恐怖的力量 就连神器都险些招架不住 虽然说 他们手中的神器 也不是排名很高 但也不至于被那连神器 都进不了的尺子压制吧 长剑虽然弯曲成了这般惊险弧度 可却始终并未就此锻炼 在剑间即将贴到腾池神军的腰间之时 后者脚掌跺了跺须空 长剑之上剑芒暴涨 突然暴涨的力量 轰的一声 便将那神火横骨齿弹了开去 而借助着两者的弹力 腾池神军掠上半空 翘脸凝重 手中长剑忽然急速颤抖 旋即缓缓移动着 而每当长剑移动一分 便是将会留下一个 犹如十字般的剑形残影 那是七御天神军的最强神技 千剑影分 没想到才交手几招 竟然就直接逼出了 七御天神军的最强底牌 这剑影分在大神技中 都属于高级层次 不少人开始议论起来 不过他们就不相信 在两位神军的联手下 还无法击败那名黑袍男子 哼 这才刚刚开始 我想七御天神军 恐怕是想要速战速决 解决掉这那人 毕竟是他击杀了九御天神军 自然是与整个九御天神阁 结下了梁子 他可算是倒霉了 也有部分的人认为 腾池神军施展底牌 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一招毙命对方 萧嫣抬头微眯着眸子 望着那随着腾池神军常见的移动 而缓缓出现的几道能量残影 他能够察觉到 那几道残影之中 所蕴含的强大力量 不愧是七御天神军 这般强力的大神技 说用就用啊 可一点都不会吝啬 手掌握着神火横骨吃吃饼 萧嫣脚掌缓缓在虚空上寻了半圈 旋即重重踏下 能量炸响声 在脚掌之处 暴响而起 拉扯过满场视线 随着炸响声 萧嫣借助着能量爆炸的冲击力 身体猛然对着远处的七御天神军 暴冲而去 神火横骨齿之上 炫白色的神缘稚气汹涌而出 炽热的火焰也随之暴涨而起 其中所蕴含的恐怖威力 唯有萧嫣自己知晓了 看到自下方暴示而来的萧嫣 七御天神军眉头微皱 手中常见的移动 却并未因此而停止 剑气不断地释放喷涌而出 煞世间便是形成一大片锋利的锋支剑刃 狠狠地对着萧嫣切割而去 感受着头顶上方传来的锋支剑刃破空声响 萧嫣手掌举起 略微沉寂 铺天盖地的推力自掌心中暴涌而出 而那一大片锋支剑刃 将还未接近萧嫣 便是被这股推力 吹得轰然消散 然而就在这时 萧嫣的头顶上空不远处 清冷的鹤声 却是猛然响起 大神祭 千剑引分 鹤声落下 七御天神军手中长剑 豁然指向下方萧嫣 一股淡淡的威风出现在脚下 借助着这股威风 七御天神军急速后退闪掠 而那半空中所遗留下的 数千道虚幻的能量分剑 却是略微一颤抖 旋即对着下方萧嫣 首尾相接地暴射而去 能量分剑划破虚空 宛如撕破了空间一般 虽然对方的这一招很强大 可是萧嫣 则是眉头都不带皱一下 千剑引分 直接像是流星雨一般落下 这一招就算是同境界的强者 都得败在此招之下 千剑引分的速度极快 一下子就将萧嫣所有的去路阻挡 但是萧嫣也不打算闪避这些攻击 而是直接硬碰硬 千引归一尺 随着心中意念响起 萧嫣手中的神火横骨齿 炫白色能量再次猛然暴涨 大股乍然而放的庞大恐怖能量 让得下方无数人满脸惊诧 而下一刻 更是让他们感受到了萧嫣的恐怖力量 也不知道何时 但那些剑影的周围 出现了诸多道道迟影 仿佛早已经锁定了其目标一样 这些迟影上 火苗闪藤而出 携带着雄魂静气 在下方那些无比惊诧的目光中 狠狠地砸在了千道能量的分剑之上 两者强大的神迹接触碰撞下 凶猛的能量爆炸声 在虚空之上响起 大盛的光芒 使得一些人忍不住地闭上了眼睛 天空之上 剑光逐渐削减 一道巨大的迟影 猛然对着那七域天神君暴射而去 强烈地压迫风声 让得人耳膜生疼 而七域天神君的瞳孔 在这时急速地收缩 因为那些无数迟影 轻易地就将自己的剑影瓦解后 又融合成了巨大的意识 对着他的身躯批来 想要躲闪都来不及了 所以 只能选择硬拼了 将自己所有的力量施展出来 凝聚出一道猛虎 张开獠牙 咆哮一声 迎了上去 巨大的迟影 狠狠地与那猛虎碰撞在了一起 七域天神君的地方 顿时 一道剧烈声响 在整个天际之上响了起来 空间炸裂 出现一道道空间裂缝 从那能量爆炸中蔓延而出 七域天神君的身影 直接被那巨大能量所吞噬 所有人看见这样的场景 都觉得不死也得是重伤 与此同时 六域天神君 直接是震撼在了原地 此人竟然如此强大 一招就将腾池神君的最强底牌瓦解 并且直接击败了他 这是何等可怕的战斗力 刚刚他们的实力 已经通过丹药 短时间将自身的实力 提升到了四重天卫神的层次 如此强大的力量 依旧不是黑袍男子的对手 不得不让人不震惊 随后 空中再一次发生了能量炸响 一道重伤不清的身影 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直接从上空掉落而下 最后 直接摔在了地面上 众人目光望去 直接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 那名黑袍男子 竟然真的做到了 将七域天神君重创的一幕 此时七域天神君全身是伤 浑身都流着诸多血迹 用最后那不甘的眼神 看了看硝烟 最后直接昏迷过去 就连已经重伤的八域天神君 在此时看向硝烟的身影时 心中不自觉地 升起一丝巨异 眼前的那黑袍男子 太可怕了 从九域天神君被杀 现在自己以及七域天神君 都已经重伤 只剩下六域天神君 你们的七域天神君 也不过如此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六域天神君 硝烟人畜无害地搓了搓手 瘦削的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容 这笑容在六域天神君看来 简直就是致命 你以为你能赢我吗 五重天为神之下我无敌 你能奈我何 六域天神君一声冷笑 身为神君 自然其定力不凡 虽然知道眼前的黑袍男子 实力强大 可自己乃是六域天的神君 怎么可能就败于对方之手 硝烟闻言 脸色依旧保持着冷静 然后伸出自己的三根手指 淡淡的声音 传入六域天神君的耳朵中 三招就能够解决掉你 这并不是硝烟的高傲 而是他真有这样的实力 在硝烟如今的实力下 就算是三域天神君 自己都有一战之力 更何况 只是区区的六域天神君 那我就要看看 你的本事究竟有多么厉害 六域天神君 拥有半部五重天为神的实力 他就不相信 眼前的黑袍男子 真的有那么厉害 当即 硝烟直接催动神力 一鼓作气 直奔六域天神君 厚着宽大的袖袍清灰 一股强大的进风 凭空浮现 将周围的空气 都给吹散了开去 灰尘掀开的前一刹那 六域天神君眼瞳微缩 神力猛然暴涨 身体急速后退的同时 手中长剑不断挥动 一道道锋利的剑人 出现在他的身后 然而 就在六域天神君退后的那一刻 硝烟的身影 直接猛然出现在其身边不远处 速度极为的惊人 几乎是在瞬间 便是增加了将近数几十倍之多 恐怖的速度 让得六域天神君 都是无比的吃惊 煞时间 硝烟的手掌对着 六域天神君身后的空间 隔空一握 那处空间 仿佛被一团炫白色的火球包裹 然后火球直接爆炸而开 直接将那些倒倒锋利的剑人 全部炸得粉碎 什么 六域天神君眼瞳再一次的咒缩 简直不敢相信 硝烟有这等可怕的力量 心中暗自喃喃自语 目光瞥向那 一路横推姿态的硝烟 刚想采取攻势 一股寒意 却是骤然涌出皮肤 火燃偏头 一道黑影 犹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背后 硝烟速度之快 就连六域天神君的眼睛 都差点跟不上 手握成拳 拳头之上爆发出无比强大的能量 并且散发出一股恐怖的进风 狠狠砸向了六域天神君的后背 拳头所过处 居然是产生了刺耳的音爆之声 这一击攻击 居然强悍如斯 接我这一拳 硝烟心中低吼响起 拳头之上所蕴含的进气再度飙涨 最后在周围那些八域天之人惊骇的目光中 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六域天神君的后背之上 恐怖的全之进风 直接是让得六域天神君 犹如那断了线的风筝 抛上半空 犹如那被狂蜂刮起一般 千银齿 硝烟缓缓吐了一口气 手中再一次浮现出 炫白色的神火横骨齿 施展出恐怖的神迹 数千池影出现在的上空 并没有归为一尺 而是将这数千池影 全部对着六域天神君 如流星雨般的飞去 感受到硝烟的可怕神迹 大被狂风吹上高空的六域天神君 极力地远转神力 眼神猙獰 准备与之硬碰 不过还没等对方反击 硝烟那速度 又一次让得所有人吃惊 犹如是风一般 风动引道 极为迅猛 当即拳头逐渐摊开 手掌一招 直接拍打在六域天神君的身上 一道沉闷响声爆裂响起 六域天神君的身影 直接对着下方急速落下 刚刚的那一掌 已经让得他深受重伤 自己半步五重天卫神的实力 为何连一招都无法反击 而且还没有结束 在六域天神君 看到下方急速朝着自己 飞来的千道池影时 一股绝望早已经涌上心头 以及对硝烟的巨影 不出意外 被硝烟正中了一掌后 六域天神君已经无法反击 最后任由自己的身躯 被这些池影攻击 落入了那流星雨的强大攻势中 就算侥幸活了下来 也已经重伤残废了 虽然这牵影的攻势 没有归一尺时那般致命 但可以让对手成为一名废人 对于六域天神君来说 这可是比死了还难受 什么 六域天神君也败了 无数八域天之人 目瞪口呆地望着 那被牵到池影围攻的 六域天神君 皆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连六域天神君 都这般轻易地败了 从九域天神君的对战 再到现在的六域天神君 结果都被硝烟一己之力击败 而且不带吹灰之力 此人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实力如此可怕 难道也是一名超级神奇 就在众人猜测 萧炎的实力身份时 高空中的攻势 也进入到了尾声 一道全身是伤 鲜血直流的六域天神君 遥遥欲滞而下 对方早已经昏迷 失去了知觉 导致重重地摔落在地上的时候 都感受不到痛感 终于解决了这两位神君后 萧炎在虚空中俯视而下 他的目光 则是在八域天神君身上扫了扫 后者虽然已经重伤 但比起七域天神君 和六域天神君 还算是好的了 天级淡淡出声道 天心主关押在哪里 如果换作是刚刚 他肯定还不会说 但现在看到眼前的黑袍面具男子 直接轻易地将七域天神君 和六域天神君击败后 同样心底里 已经对萧炎产生了恐惧 我说八域天神君紧张得 都滋滋于于起来 咽了一口口水后 到他现在就七号囚牢中 带路 萧炎也并非相信对方的话 而且 这座囚牢如此庞大 若都不熟悉 到时候这家伙 搬来更高御天的神君 那就不好办了 试试 忍受着神体的疼痛 八域天神君缓缓起身 然后朝着七号囚牢的位置飞去 萧炎与素素对视一眼 也是紧跟其上 随之他们的身影 消失在八域天众人的眼中